图著,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观察了,电厂作用下形成的陶瓷受到高应变作用时发生新变的情况,尽管陶瓷的强度很高,但大多数陶瓷可能在带荷产生的轻微应变下突然破裂,这种情况在高温下可能会有所改观。 自然通讯5月26日开文册,美国普渡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加州大学,罗格斯大学等,首次将电厂用于氧化液稳定的氧化高的制备过程,使其具有塑性,像肠瓷下的金属斑容易塑形。 研究人员还发现,与高温相比,中等温度下缓慢形成的裂纹,可以更早逼得检测出来,这对于结构缺陷子及时修补非常重要。 材料工程教授薰和尊说,过去,当我们在低温下施加高炸荷时,大多数陶瓷都会在毫无征兆下突然损坏。 现在,我们可以及时发现裂纹了,这可以提高陶瓷材料的安全性,将电厂应用于陶瓷材料的生产,可以协助加速YFB等陶瓷的烧结过程,并降低温,闪电烧结的陶瓷材料孔性率更低,竟能使陶瓷的密实度更高,更有利于形变。 目前,尚无人测试过升温或逐渐升温过程中,闪电烧结陶瓷的形变能力,孤独大使教授海林远说,YFB是一种典型的热胀涂层材料,它可以保护金属核心基本不受热的影响。 但在发动机弹与硬力,导致的升温和冷却作用下,YFB往往会受到了大量烈纹的影响。 金属材料具备抗烈性可以变形性的原因,在于气结构中存在位错,位错在材料受压或张拉时可以移动,从而尺材料不会失效。 然而,陶瓷只能在高温下形变时,才能产生位错。 RAN补充说,小尺寸精力如那米精力,可以在陶瓷的形变过程中产生滑动作用,进而助力形变,位错和小型精力,可以使闪电烧结的YFB受压时,逐渐具有塑性RT600度。 塑性的改进,意味着,YFB在相对较低的操作温度下,为定性更好。 人说,金属可以承受10%到20%的应变,普通陶瓷能承受的应变为2%到3%,而闪电烧结的陶瓷,可耐受7%到10%的应变。 即使陶瓷已经开始破裂,其叶方的形成也很缓慢。 根据这一原理,下一步可设计更致弹性的陶瓷材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